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看到一个视频 就是一个玩脱挂的哥们 玩脱挂房车的哥们 他呢,在验车 验车的时候呢 他的脱挂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脱挂房车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因为他的前车 也就是他的牵引车 没有这个牵引之制 所以呢,他也没有过审 那么这个带来很多问题 我的朋友说呢 你可以借一辆有这个牵引牵制的车来 牵引,然后通过这个省车 通过这个省验车 但是呢,这个问题好办 对吧,相对来的好办 你可以通过朋友借过来 或者通过什么别的房子借过来 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在路上怎么办 你不可能说 以后借着这辆车去牵引房车 对不对 以后在日常的这个脱挂的 这个房车生活当中 你还得用你自己以前的那个前车 但是以前那个前车呢 又没有这个牵引 那么警察随时可以拦住你 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罚 处罚还是事情还不算大 关键是给你带来太大的麻烦 所以说现在这个政策 这个倾向是越来越明显了 刚开始呢 是你得有C6驾照 然后这一波法律已经确定好了以后 下一波紧跟着 就是这个牵引知识 其实已经有相应的规定 只是过去不怎么查 那么现在经过这件事情以后 大家玩脱挂的话 就要有一个有一个认识 迟早会对前面的这个牵引车辆 展开一轮大的检查 那么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难道你要把你的前车卖掉 然后重新换一样有牵引知识的吗 首先这个有牵引知识的车辆 目前在我们国内就不多 并不多见 况且你还要再花十几万 甚至更高的价钱去买一个前车吗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买一个自行式房车 不更便捷吗 所以说这就是带来的一些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我以前就讨论过 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玩脱挂 国家不是不管 国家是没有到时候来管 现在国家有这个经历 有这个经验来管理了 他就会逐步逐步的 一步一步的正规化 所以说现在留给 这些玩脱挂的这些车主们 还是有时间的 你要么赶紧处理掉你的脱挂 要么你就拉倒 你就赶紧换一辆车 我相信可能绝大部分的人 会选择处理掉脱挂 那么这就对后续的这个 脱挂房子市场带来很大的影响 一旦政策法规发威了 那么后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建议这些玩脱挂的朋友 或者即将有这个想法 玩脱挂的朋友 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选择一条最适合你的路 赶紧去采取一些措施 不要等到时候 全面铺开了以后 你再后悔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